这套书价值16万 光是落起来就比五层楼还要高 无数图书爱好者 一辈子的梦想便是希望能将这本书搬回家 这就是毛泽东评点24史 在这本书中 雄才大略的毛主席用自己的世界观 评点了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而最让人感到好奇的 就是将中国从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拯救出来的毛主席 对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千古一帝们是怎么看的 如果说在毛主席的心目中 谁才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 那一定要守千古一帝秦始皇 相比较于中国封建社会将近2000多年历史中 秦始皇一如既往的暴君形象 毛主席显然更重视他做出的贡献 设立具限制统一度量衡 这些为中国未来2000年奠定稳定基础的规定 都是在秦始皇时期所提出的 最重要的是 正是从秦始皇时期开始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逐渐形成 这种国家一体的观念 也是中国在反对外来侵略时 源源不断的团结起来的真正原因 正因如此 毛主席才特意写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一师 来为这位千古一帝说好话 不光是秦始皇 对于人尽机制的皇帝 毛主席也不吝啬给出自己的评价 其中一位年仅28岁的年轻皇帝 最受他的重视 这位皇帝不是别人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 太元公子贺求而来 当其他人还在打工身份挣扎时 28岁的李世民已经开始了 一代霸主的创业之路 自古能君者无出李世民之诱者 让毛主席赞叹不已的 除了李世民超凡脱俗的军事实力之外 更在于即使出身贵族豪门 可历史上的李世民 却对老百姓有一种几乎偏执的热爱 这一点让毛主席打心眼里的佩服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从井冈山的一片狼藉 到新中国的虎奔之师 见证了中国发展全过程的毛主席 也深知对于中国未来老百姓的支持 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可不管是李世民还是秦始皇 实际上都不算是毛主席心目中 中国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皇帝 1964年毛主席在参加会议时 直言不讳 历史证明老粗闷往往会出大人物 其中汉高祖刘邦便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面 最厉害的那个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如过江之计 毛主席并非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和言悦泽 有一个皇帝就因为毛主席的嘲笑 成为无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事实上这并不能怪毛主席要求严格 实在是咱们的这位宋太宗过于不争气 为了拿下燕云十六州 赵匡英勒紧裤腰带在宋朝建国前期 便为国家积攒了足够的钱粮和军马 只为时机一到便率领兵马一举消除北方隐患 可刚刚登上皇位的赵光义却浩大喜功 偏偏要亲自出征 带领宋军三次法辽都屡屡失败 自从宋朝彻底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 也为北宋百年后的靖康尺埋下了隐患 正因如此 在宋时美化赵光义的评价 帝尘谋英段 海然有萧平天下之志的旁边 愤然写下了半无能的评价 或许这些对历史帝王的评价 也让我们明白毛主席 一直都不是那个只知道正经危坐的孤拜形象 在宋时美化赵光乱的评价